在海拔四千米高的山上有一种可口的冰花 姐弟俩每天都要吃 这是位于云南昭通市永善县的山区 南海小五和姐姐小超住在海拔四千米的山顶 每天都要步行一个多小时下到海拔两千米的学校上课 六点天没亮 姐弟俩就要起床 冬天里的茫茫大山格外寒冷 漫天的白雾能见度不超过十米 崎岖的山路让小五没走多远就气喘吁吁 姐姐担心小五动画耳朵 把小五摘下来的帽子又给他戴上 背上的书包见证了两人每一次的出行 休整天课姐弟俩又继续出发了 因为条件困难 家里的哥哥早早就已经辍学 在家打理家务 家里的牛和猪还有鸡 全靠他来照料 喂完牲畜 哥哥又忙活起来 只有生起了火 才能暖和些 在高海拔的山上 即使是这样平坦的路 没走一步也不容易 小五想把帽子装进口袋里 但动得起家的小手 不小心蹭破流起了血 姐姐从小五书包里拿出一张白纸 用这张擦屁股都显硬地指给弟弟止血 拉上书包 姐姐把手揣进口袋 露出半截胳膊 这件薄薄的羽绒服 姐姐已经穿了好多年 上课的时间越来越近 两人快不及走 一路顶着寒风和大五 小五吸溜着鼻涕 低头漠不作声 即使脚步不停 但脚上还是传来冰凉刺骨的寒意 实在是太冷了 年幼的小五亭下脚步哭了起来 或许是因为去学校的路实在太远 又或是想到了在外打工的父母 我那哭了 在路上也不早了 姐姐只能默默等弟弟情绪发泄完 头发上已经结满了白霜 哭完还得继续赶路 不然就要迟到了 长时间的不行 让姐弟俩都口渴了 路边有一棵挂满冰花的树 一人抓了一把塞进嘴里 没多久 弟弟要上厕所 还特意找了个小山坡被驳摄像师 姐姐一旁无聊地踢着脚下的动土 明天就是周末了 在外地读初中的姐姐小凤就要回来了 弟弟掰起手指头算了算 小凤要走八个小时才能回家 一路也不都是枯燥无聊 遇到光滑的路面 两姐弟玩了起来 能见到牛群的地方 就快到学校了 已经八点二十分 两姐弟进行最后的冲刺 就算住那么远 姐弟俩也不想迟到 已经能听到广播声 再坚持一下就到了 踏进校门铃声刚好响起 姐姐学习特别认真 老师讲的知识点 他们都拼命汲取 即使是坐在教室里 但脚上还是没有一点暖意 到了午饭时间 学校提供一顿午饭 老师额外给小五加了个鸡腿 这是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 下午放学 回去路上天空终于露出了颜色 姐弟俩一路剪些废品 回去路上 姐姐说哥哥小军也要去打工了 那小凤就得回来料理家务 没法读书了 天快暗下来时 姐弟俩才到家 小狗老远就迎接 晚上小军帮弟弟妹妹检查起了作业 虽然他也没读多少书 但是对弟弟妹妹的学习 还是非常上心 姐弟俩回家也会帮哥哥做一些家务 喂猪 驱赶别人家的牛 动作熟练地让人心疼 劈柴烧火 人还没柴高 第二天 姐弟俩等着姐姐小凤回来 姐弟四人齐聚 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 小凤说 山下的学校不会下雪 没有这么冷 弟弟非常向往 这里没有电 没有电视 没有网络 晒太阳是他们打发闲暇时间的方式 经过短暂的周末 他们又要踏上求学的路 我们不歌颂苦难 但却永远赞颂苦难中那些坚韧不拔的精神 愿我们能像他们一样突破困境 用力生活